对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当时恢复的时候 中国只有两个系 一个是北京大学 一个是复旦大学 那么而复旦大学 国政系恢复了不久了 我们知道1981年82年 那么国安部就开始恢复 所以就说王沪宁 那么本身复旦国政系 就培养了很多给外交部 国安部 中调部 还有党类 外伴 各种中联部 还有总参 培养许多人才 那么这点是主要的 他的一个培养的对象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王沪宁 他跟他的妻子 第一任妻子结婚了 那么他的妻子是周琪 他爸爸叫周继荣 那么周继荣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 当时的教授级的高级研究员 那么所以在国家 整个就是国际关系系统 他跟薛墨洪 那么还有幻乡 都属于是同样的资深地位的 那么因此的话 王沪宁我认为他的学术成长 和他的事业的早期的起飞 跟他自己的家庭 和他这个婚姻 那么应该是有关的 那么另外一点 就是说在复旦 复旦长期以来 他的外办和国际政治系 那么基本上都有 就是国家安全部的 或者中调部 那么中联部的这些官员 就是前任的官员 那么在这边担任各种职务 那么所以他们有 那个就是多重身份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普遍 而且我觉得就说 中国了就是政府了 那么尤其国安呢 他是全大无边 那么他可以用他的权力 来辅佐或者提升 来保驾某些 他认为了 可以跟他合作的这个学者 所以我认为